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u root-mp 那现在是不是ok啊 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对出来 连200色个接着咱们要装谁啊 是不是装Redis啊 对不对 那Redis怎么装啊 你是不是把Redis代码下去了 然后去装去啊 那Redis在哪呢 是不是Redis.io 对不对 这是他的官网网站 找到他的官网 然后呢我们去 是不是去下载他 对不对 这块是不是就有下载啊 但是我们不想直接下载他 我们是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复制连接地址啊 然后呢把连接地址粘着看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应该是对不对 Redis.io 是不是他一放着是不是就下载啊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下载下载地址 那来到我们这边怎么办 啊 是不是WGET 但是呢你最好创口文件夹吧 就software 你自己的东西自己单放着 对不对 然后来到这干什么 WGET 是不是去下载啊 右击 右击是吧 载地 那是不是开始现在啊 因为这个是连外网速度可能稍微慢一点 但是呢 哪怕慢的话 因为这个Redis的软件是特别小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可以看一眼 这个软件在这呢 你看这软件才多大呀 是不是才一兆多呀 对不对 那接下来怎么办 说解压哈 干对 XVF 对吧 说解压好了 那这块是不是就我们的Redis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啊 是不是进入目录中 之后呢 是吧 make一下 那是不是开始进行一个构建啊 干啥呀 这玩意 这玩意 这玩意不是固定的 你要注意啊 你把它寄成固定的 其实很容易被坑的 啊 你们是这样装的吧 应该都这样装 是不是 那这会儿呢 是不是就OK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hint it's a good idea to run make a test 对不对 那啥意思啊 让你去测试一下 咋了 咋这么快就停了 看一下咱们打了一个make a test 接下来他进入这部录 是不是 油腻的TCL8.5 all new 然后in order to run the redis test 他说你需要一个TCL这个玩意 对不对 那意思是你没有呗 或者吧 没有问题呗 是不是 那咱们这叫什么 TCL 是不是给他装上 就是他需要的一些支持库 因为你这个系统 每个人装的这个版本 他不完全一样 或者装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的在下 装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会下载 有的人可能没让他下载 就导致你那系统依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会出现不同的毛病 那你要干什么 看日志 日志能直接解决的话呢 就解决 解决不了呢 把那个错误日志 靠出来 靠出来 放百度上去 那你看现在是不是就OK了 大家的测试呢 已经走到第八个了吧 一共46个测试呗 第九个了 对不对 一时半会儿用不着 以后 钢头员问着MongoDB以后干啥用 你们用过 学过之后还用过吗 没有用过 是吧 MongoDB呢 主要用的地方呢 就是在爬虫的时候 因为爬虫爬虫过来的数据 基本上都不太干什么 不太规则 结构不那么清晰 所以说呢 我们在爬虫的时候呢 一般会把数据存在这个MongoDB中 但实际上呢 你看你做爬虫的这个规模了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用放到MongoDB里面 咱们放在redis里面 速度是不是会更快呀 对不对 看你具体的一个业务需求了 知道吧 然后在咱们web开发中 基本很少用MongoDB 你说用它能干啥 用它做缓存 它有redis块 没有 对不对 它一点优势都没有 在咱们这个web开发中 它的优势比较少 所以说基本上不用它 啊 它是到第三了四个是吧 感谢观看 已经到第39了对吧 如果哪个库缺了 你要看一下你以后有没有可能用到 就是比如说他测试了46个 对不对 假如有一个没过后 有两个没过 你要看一下这东西对你有没有用 是吧 没用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装 如果你认为这模块对你有用 你要干什么 查看一下它的错误原因 然后呢 去把这个模块给它正常的安装上 知道吧 哦 我们发现咋的了 我们发现这块是不是出了一个警告啊 对不对 什么警告啊 Warning 对吧 The Falling Test Field Cone Start的什么 Reddit Server 然后呢 允许 是吧 Yes 大家都知道呢 进程ID Timeout 半能127.0.111 然后各种级别 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的一个位置 再之后 错误 啥错了 Reddit Server Start 起来了 再之后呢 启动 然后没有数据 Clyup 然后MakeFail TestFail的 然后Test Ir1 然后离开的这个路径 哪个错了 是不是这块错了 对不对 那咱们 因为咱们在构建的时候 它是缺了一个模块的 对不对 咱们重新的给它再去干什么 构建一下 那也可以了 内滑了 陈 me 大树 重要 othe 。。 我们 在对 里面 opf 这么慢 原码边一般都很慢 有人回去组洋垃圾吗 上次跟你们说那个 就说有一个神器洋垃圾 就说那个CPU 15 2670 就26XX 然后后面别带微几的那个CPU 是8核16线程的 你猜多少钱 就是300一开始就200多 现在呢被炒到300到600的一个价值区间吧 对吧 一个CPU 之后呢 你可以搞一个对吧 这奇怪呢 之后呢 你再去干什么 搞一个服务器的一个主板 对不对 主板呢 它有那种上一个CPU的 也有上两CPU的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搞 可以搞一个什么 主板 然后再之后呢 干啥呀 买内存条 它内存条有那个ECC的专用内存条 8G的大约是8个钱一条吧 然后你买上8条 对不对 一桩 64G还行 你要是一直做那个什么编译 对吧 就比如说咱们刚才做的那种 对吧 这大型的东西的编译 它是很吃内存的 是吧 那再之后呢 你就干什么 准备个 电源 显卡啊 看你打不打游戏了 对吧 硬盘 硬盘上个固态 对吧 电源呢 你自己看着上吧 是吧 显卡不打游戏呢 整个亮机卡就行 是吧 就是100块钱 收一个就行 如果你要打游戏呢 那你就1050 1060 1070 对吧 2080 你打啥游戏啊 用不了那么多 知道吧 看这边 应该快完成了 没看着出错 这不全都是淡吗 完成 对吧 对吧 我们发现是不是所有测试就通过了 是不是没有错误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咱是不是要把它装上 是不是make install 对不对 但是呢 redis呢并不是这样的 你看redis 你直接make install 它什么src make install 它时间掉的是这条指令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并没有给你安装 它是不是直接离开这了 对不对 那redis的安装在哪呢 redis的安装它这块有一个youtube 然后呢这youtube里面 youtube是什么工具啊 这个里面有啥呢 有一个脚本叫install server 是不是一个安装这个服务器啊 那你就调用一下呗 是不是 install server 之后呢 那就开始了 对不对 welcome to redis server 什么installer是吧 this script will help you 什么either setup running redis server 对吧 please select redis pot for this instance 然后你去选一个端口 那一般来说 我们的端口很少自主去改的啊 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情况 是吧 那第一块呢 端口选完了 第二块呢 选择一个什么 是不是这个 config的名字呀 这config的名字 咱也不用改了 就637有点config 是不是就完了 大正呢 请选择一个什么 这个log日志的位置 log日志在哪 什么VRlog中啊 对不对 再之后呢 select the data dictory for this instance 啥意思啊 这边选择一个这个文件夹啊 就放这个实例啊 再之后呢 去选一个什么 这边redis这个执行实例啊 默认在usr loco边redis server里面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is this ok 然后自 press enter to go out alt ctrl c to abort 什么 按回车继续 ctrl c的中止 对不对 那这块 这样是不是就咱们 所有的配置啊 所有的位置 是不是啊 那咱们 确认它就回车 对吧 之后呢 installing server 是吧 success starting server redis server 那是不是 安装成功 然后这个redis也起来了 那你发现这redis server 是不是就起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也是连接的一个 咱们调用的 那这个实际上 是不是咱们启动的位置 127个3个3个1 6379这个 那咱们连一下 redis cloud的吧 连之后呢 是吧 拼一下啊 哼 那这代表什么 是不是连接成功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说他需要密码 或者说他有其他的 这个限制 咱们没有连成功 你在一拼的时候 是不是就给你报错了 是不是 那现在redis 装完了 my circle装完了 然后虚拟环境装完了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好像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将我们的项目 打个包给他传上来啊 那项目 我们在服务器中 要部署的话 部署在哪个目录中呢 啊 对 VR中 不是home中啊 一定要记住是VR中 知道吧 切记这一点 之后呢 我们来到VR里面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路径啊 那我们可以创一个新的文件夹 就比如说就叫WWW 对吧 那就说是咱们的web项目 对不对 然后进到这个WWW中 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项目打个包 给他干什么 是不是传上来啊 咱们的项目哪去了 是吧 说在这呢 咱们把这玩意儿是不是要打个包了 那找到咱们的文件 是吧 然后给他打个包 传上去 然后这边呢 我们来到这 是吧 给他来一个打包 打包没有必要打包 这个那不是这个 咱们直接从这打是不是就完了 那干什么 压缩一下 从前 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东西放哪去啊 是不是传到Windows 从XXL给他传过去啊 话说你自己打个FTP服器啥的 是不是 这老公开针 完了 都是些傻呀 拿到这来 喂一个 那这会儿呢 应该把他给他拿到桌面上来了 然后我把他传到我这台电脑里面来 对吧 我这电脑因为跨的比较多 可能传起来干什么 是不是麻烦一点点啊 听话 听话完了怎么办 是不是来到我们这边呀 来到这边怎么处理他 是不是把那个给他传上去啊 是不是传到这里面来啊 是不是这个 往进去传 那我们发现他并不会走进度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咱们走进度这个工具没有做 是吧 做program 是吧 rc is current not installed 需要干什么 是不是需要安装一下啊 那怎么办 有apt install 什么呀 rcsc 是不是 把这东西干什么 是不是装上 不是多的 这自个儿 先见他由于错误的原因 他干什么 卡在那的 这属于中端上卡着的 显示错误 并不是真的错啊 那现在我是不是装上了 装上之后 把它再拿过来 你看 我就已经动了 是不是 那这玩意儿了 接下来怎么做 接下来是不是要把咱们这东西给它解压开啊 干 zx vf 那这玩意儿是不是就解压出来了 解压出来了 那那咱们怎么办呢 那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要装endings啊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去修改配置文件去吧 是不是这样呢 那装endings打装 走回老家 对不对 soul 咱们是不是要下来 咱们是不是要下来它那个什么什么的正书去啊 是不是这玩意儿 又接 复制 突然也挺麻烦的 是不是 来这边怎么办 w get 又接 粘贴 下载 是不是下载完了 下载怎么办 apt k add endings 三进k 什么ok了 装好了 接下来呢 是要编辑它那个 那个圆呀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在这个圆里面 咱们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添加endings的 那来到哪呢 来到这儿 找吧 XENIAL 记住它 对吧 是不是这个 有毛兔的 看这儿塞一个 来到这边呢 喂一个 那这个东西要给它改干嘛 叫什么 XENIAL 那这边呢 XENIAL 是不是 然后保存命 退出 之后呢 apt update 更新一下 哎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就有NX这个了 对不对 再之后呢 apt 什么instagram nx 装一下 那这个呢 是真的从NX网站下 所以速度呢 可能会 稍微慢 那么一丢丢啊 31分钟 这么夸张 下完黑天了是吧 这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要不然你就得下NX原码去勾建 也很麻烦 C一个 再重来一下 你这回好像稍微的就快那么一对多了 是吧 那现在是不是就过来了 是不是安装上了 那这会儿呢 咱们来看一下NX默认是活着的还是死掉的 对吧 个rap啊 NX是不是没有启动啊 那咱们直接打NX是不是应该启动了 对不对 这呢 咱们可以访问咱们同学这个网站 咱们同学这网站 这网站叫啥呀 有域名吗 那咱们可以看一眼 先拿IP看一眼 对吧 是不是NX起来了 域名是啥呀 点 H-A-O D-O-N-G 点SET 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又打什么 域名是不是打着网站就可以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看到相动的页面了 那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了 啊 接下来是不是修改配置文件 让这个项目变成我们的项目 对不对 怎么办 啊 是不是去咱们那个项目中 把配置文件是不是一单单给他改过来啊 呃 VRWW JP啊 先封 对吧 然后找到谁啊 是不是把咱们项目这些依赖先给他装上 先不用急 咱们先把这个呃 配置改一下 然后让他把这个静态资源先给咱们搞定 对不对 YM config 等着 先来个PWD吧 啊 咱先把这路径干什么 是不是给他记下来 复制啊 然后YM config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改的就改谁呀 啊 实际上不需要每次都改 哎 这这怎么跑这呢 是不是把这root改一下啊 说把这加给他改一下 那这root这儿 这这不用都摘 是不是 VRWW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那后面这儿呢 这儿得改 咱们这路径都改成什么了 是不是VRWW 是不是 那后面这个 咱们现在呢 先不用管他 对吧 把这个保存兵退出 然后把NX干什么 不是重启 咱们现在得把它干什么 是不是退出来啊 不是reload的 reload是加载你原有的配置文件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呀 你现在是不是要换配置文件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要把它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呢 咱们干什么 要测试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个是 这片信封里面的 config 对不对 是不是ok的 那咱们可以把钢T干什么 是不是去了 去了之后呢 他是不是应该起来了 起了这块呢 那你访问 你问一下是不是根本没有啊 对不对 那咱们应该访问谁的 是不是static里面呢 static里面 比如说咱们有GS base 点 GS吧 是不是 有了吗 有了 ok 那静态的搞定了 接下来搞定谁 是不是动态的 动态的怎么搞 啊 是不是要咱们把这个 ngins要给它起 把咱们的这个 呃 UWS加要起起来啊 对不对 但是咱们这下面这些 依赖现在搞定了吗 还没呢 咱们要先work out 这样 是不是pn3呢 对不对 接下来之后 咱是不是要把所有依赖 装上 install requirements 是不是 这样装吧 那这边就开始 安装所有依赖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咱先把所有依赖 导成一个tl文档 现在呢 把这个tl所有的一起装上 是不是 中间使用了一个参数 是-r -r啥的 啊 是不是中行啊 底规啊 一行行的给它搞定 是不是 行 先修酒 那我们让它装着 这玩意比较慢 那这块 你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装好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pip fread来看一下 是不是都装上了 看这些东西 是不是一下就全倒过来了 对不对 装好了 你说下一步干啥呀 啊 是不是使用UWSGI 把他跑去了呀 但UWSGI 咱们这块还要干什么呀 啊 是不是改改呀 改啥东西啊 是不是改它这个路径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东西实际上 也不需要改太多 就改那个什么 VRWW 是不是就完了 保存这桌 之后呢 UWSGI-2 I 然后呢 UWSGI.I 是不是启动一下了 那咱们就 看一下他有没有 启动成功 对不对 那他现在起来了 对不对 那之后咱们来到这页面上干什么呀 啊 那你就给他来一个 暗先锋 是不是 Home 是不是 打了 500了 换个mine试试 你说这500是啥错误啊 服务器错误 对不对 慢用我们发现它是可以起来的 对不对 那手院里面用到啥逻辑了 咱们起不来了 啊 咱们这手院里面有啥逻辑 它直接起不来了呀 啊 手院 一点手院 我们发现是不是就500了 控制台这 啊 别的图片 和别的图片没什么关系啊 咱们去看一下咱们的代码 对吧 咱们这块是不是有代码啊 那手院里面咱们看看 它都加载啥东西了 对不对 手院里面看一下去 把这个东西干什么 弯掉 咱们来到我们这个路由站 路由站是不是有home 点开home咱们看一眼 home里面都干啥了 是不是去连链库里面这一大堆东西啊 啊 咋了 啊 没有库 对不对 没有库怎么办 把这个库给它串好 然后把那些数据是不是给它插进去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哪种啊 咱们这库叫啥 咱们这个库叫 叫啥玩意儿 是不是叫GP暗先锋啊 那来到这边怎么办 降库呗 那叫mysircle-uroot-p 然后呢 create database 什么呀 GP暗先锋 然后呢 X算到于UTF8 对不对 库是不是有了 那库有了可能还不够 是吧 要插那堆数据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咱们要把这堆东西 干什么 是吧 migrate过去啊 是不是 那这个库是不是有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插数据啊 插数据怎么办啊 说远端去连这个库啊 连这库怎么连啊 那咱们使用这块能连吧 是不是可以连啊 datasource 是不是买色口啊 或者说你有什么 什么买色口可奔驰啊 是不是都能连啊 对不对 那可以在这儿去连一下的吧 那proxy这个还不是 看一下啊 不用这个 这这不好用 proxy user 我看一下啊 用这个 那这块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远端一个主机 主机 咱们同学这ip多少 是这个是吧 对不对 ctrl c一个 然后呢 来到 哪去啊 是不是这呢 这呢 端口是多少 是不是22啊 接下来呢 我们的用户 住他 密码 对不对 之后呢 去tys的connection 再之后呢 就来到这儿了 是不是要连这什么了 是不是连他这个数据库了 下面正在连这个库 对吧 对嘛 那我们发现现在就什么 是不是successful了 是不是就连上了 这儿呢 应用一下 那这块 是不是就有了 怎么办呢 nothing to show 对啊 万工具 这也太慢了 那你们原来用啥工具啊 那个get 没有 我不用那破 我一般喜欢使用的是这个 my circle workbench 是吧 这是个官方工具 对吧 相对来说呢 还是 不错的 对吧 那新建个连接 这块是不是指定什么 是不是指定咱们的ip去啊 但你用那位get行不行 也行啊 没毛病 但那工具不得破解吗 咱们是能用免费的就尽量干什么 用免费的 我记得同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